我們劃分所謂的低脂年代的方法是利用化石 利用化石去切斷我的低脂年代 我要找一種化石叫做標準化石指標化石 來幫我去做 誰能夠當標準化石指標化石 第一 當食藥 存在的量很多 因為化石形成不容易 如果我看到這裡有三葉蟲 我確定你是古生蛋的海洋 我沒有看到三葉蟲他說我不知道 也許也是古生蛋的海洋指定正好沒有化石形成而已 所以化石都是有就確定有 沒有叫做不知道有沒有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第一個要當食量很多 這樣才會留下夠多的化石 第二個希望它分布很廣 至少全世界都有 如果這個化石只有美國有 因為只有美國能用別的地方都不能用 我希望大家都能用 所以我希望分布越廣越好 第三個我要通前絕後 這個時間之前沒有 這個時間之後也沒有 只有這個時候有 我確定看到你就這個時候 看到你就這個時候 所以我要你通前絕後 或者絕後 所以我希望你數量很多 我希望你分布很廣 我希望你就是通前絕後 只在某個時間前站 其他都沒有 這樣就能夠當作指標化石或者是標準化石 然後就給我背 然後就給我背 古生蛋的指標化石叫做山葉蟲蟲 中生蛋的指標化石叫做恐龍 現在的指標化石叫做象 OK 然後我以前會問同學 課本沒有教 但現在課本有寫了 你生物有教過另外一個 中生代的指標化石 你在生物有學過另外一個 中生代指標化石 什麼東西 Number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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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帥的那一種 八流 可以3 橘石請坐 橘石 橘石也是四十之外 還有新生代還有一個 新生代也有一個 除了這裡 過去課本寫象 現在寫哺乳類 本身差不多 但是除了哺乳類之外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誰 ELEVEN ELEVEN 什麼 很好 鳥 請坐 現在 現在特別有寫 以前沒有寫 也就是說 你不要給我只背這個 這些生物都教過 這些生物都教過 你生物教過 你也要會 什麼橘石啊 鳥類也要會 聽懂嗎 也要會 還有教過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考試考這個 學者考過說 我要知道 中生代 我要發現誰 我要發現 恐龍 就是學測 基測考過的題目 就要考這個 我講過 生物教過 OK 沒有問題 所以就這樣 大家欣賞一下就好了 欣賞一下 好 選生員 新生代 中生代 古生代 畫了土 長毛象啊 恐龍啊 山葉蟲蟲啊 然後我們 異科就只有教古生代 新生代 你們中間那個什麼 百二季 柱肉第三季 那是你們 生物教的 是 蒂科 沒有 所以我說蒂科教得比生物少嘛 教得比生物簡單 OK 那就是把它背好 對了 就說我背好 古生代指標畫石 中生代指標畫石 新生代指標畫石 除了背 我剛剛教過的什麼 山葉蟲恐龍 象或狐類之外 還有學過的橘石跟 bird 鳥類 要一併給我記好 這又是我們跟各位講的指標畫石部分 OK嗎 OK